他的年纪健康与心智状态都备受外界关注 届时还可能会重演2020年与川普对战的戏码 抗议群众闯进美国国会大厦 警察拉着围栏各种混乱场面 出现在拜登宣布连任的影片中 高龄80岁的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宣布竞选连任 拜登亲自担任旁白 以一个字自由为开头 提及妇女堕胎权捍卫民主 投票权和社会安全网等证件 当作主打2024选战的主轴 他竞选连任的口号是让我们把工作做完 目前的副总统贺锦丽将再次和拜登搭档竞选 但外界更在意的是拜登的年纪 如果他成功连任 那么到了第二个任期结束 他就已经高龄86岁 让外界十分关注他的健康和心智状况 另外前总统川普 仍是目前共和党内声势最高的参选人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有机会重现2020年的世纪对决 但川普现在也76岁 若是赢得下届总统大选 第二个任期结束也将满82岁 又民调指出分别有七成和六成的选民 希望拜登和川普比赛出来竞选 显示选民认为川败在战